第四波疫情持續活和 政府早前宣布放寬防疫措施 容許多個娛樂場所重開 香港迪士尼樂園機密重新開放 在開完之前已經有超過100個市民在場等候 有不少市民都悉心打扮成迪士尼角色 有一家四口特地帶小朋友入園放鬆 並表示網上預約有難度 等了30分鐘才成功預約 亦有市民表示擔心疫情再次反彈 而樂園又會再次關閉 於是預約了下星期再次入園 趁機玩多幾次 樂園道界區行政總裁莫偉庭 亦特地著上學年服飾到場觀察 並且向到場遊客打招呼 迪士尼目前每週營運5天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會暫停開放 直至令人通知 亦會因應政府規例要求實施人數管制 遊客入園前需要進行網上登記 並作健康申報 沿路多處地方都已設有安心出行二維碼 入場時要掃描二維碼或登記個人資料